我被系统抹杀的时候 顾驰岩正陪在生病 女主身边嘘寒问暖 直到第二天女主痊愈 她才突然想起 我还被关在幽暗的地下室 路眠眠知错了吗 路小姐已经死了 顾驰岩 不要去 我紧抱着她的后背 不让她离开 顾驰岩是总裁文理封批 又深情的男儿 她和女主挺小 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顾驰岩很爱女主 也一直以为女主是爱她的 却没想到青梅抵不过天降 男主一出现 女主很快就和男主坠入爱河 顾驰岩受不了这段打击 也不忍伤害女主 她把所有的怨恨和痛苦 全部发泄在自己身上 性格一天天变得阴暗 疯狂 残忍 七年前我穿进了这本书里面 负责来攻略顾驰岩 让她爱上我 为了完成任务 我用尽真心陪着她 安慰她 救赎她 我帮她走出失去女主的痛苦 她也曾许诺我 会努力爱上我 今天是我攻略顾驰岩的最后期限 在她即将要放弃女主时 却因为女主把发给男主的信息 错发给了她 我生病了 好难受 她就不顾一切的要去女主那里 无论我怎么苦苦哀求 她都无动于衷 鹿绵绵 放手 别忘了 你只是个替身 在安蕊面前 你一文不值 可是你答应过我 你会爱我的 啊 注意自己的身份 顾驰岩 求你不要去 你去了我会死的 鹿绵绵 怎么着 我走了你还要自杀不成 就算自杀 也威胁不了我 对我而言 你不过就是我打花时间的玩具 顾驰岩 给我把她绑起来 关进地下室 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她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少爷 我被别墅里面的庸人绑起来 眼睁睁地看着顾驰岩 急促消失的背影 地下室很黑暗 这是顾驰岩每次发病时 会把自己关进来的地方 因为对女主的爱太深 但她开始想女主时 为了克制自己去找她 为了克制自己 对女主做过激的行为 她就把自己关进来 疯狂自弹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会陪着她 保护她 不让她伤害自己 她得不到释放 就把所有残忍 发泄在我身上 每次等她冷静下来 我几乎都要丢了半条命 这样的日子 我陪了她整整七年 都说 人的细胞七年 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 所以忘记一个人 七年就够了 我突然笑了 笑得有些悲凉 宿主 顾驰岩已经到达女主家里 并抱着高烧不退的女主 去了医院 攻略任务失败 我即将结束你的生命 还有两个小时 或许还有希望 只要顾驰岩在两个小时内 回到你身边 就不算任务失败 不会的 顾驰岩会一直陪在安宁身边 我怎么努力 都捂不热她的心 我并不是在自暴自弃 这就是事实 凌晨12点 我的灵魂 不出所料的 从原主身上离开了 宿主攻略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的重罚就是 灵魂永远都要留在这个世界 直到被攻略的人死去 宿主我要离开了 下一个宿主还在等着我 系统走后 就真的只剩下 我一个孤零零的灵魂了 此刻我也不受控制的 飘进了医院 飘进了一间病房 我再次看到了顾驰岩 他深情的眼眸 紧紧地看着昏睡中的安宁 整整一夜 他一直陪在他身边 没有合眼 生怕 一闭上眼睛安宁就不在了 生怕 下次就没机会这么看他了 你怎么来了 你给我发信息了 啊 我发错了 我是发给江涵明的 我帮你通知他 谢谢 食言 怒眠面挺好的 你好好和他过日子 顾驰岩离开医院后 回到了别墅 别墅中安静如丝 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大底是一直在平复 见到安蕊后的情绪波动 直到中午十二点 管家小心翼翼地叫他吃午饭 他才回神 然后随口问了句 陆眠面知错了吗 陆小姐还一直在底下室 并没有求饶 也没吵没闹 没有 陆小姐一直很安静 少爷 需要我现在去问问陆小姐吗 不用了 看他能够绝到什么时候 管家不敢多说 我在上空校的讽刺 不得不承认 我在他面前确实没有任何尊严 我看着顾驰岩坐在饭桌上 如往常一般 慢条斯理地吃着午饭 优雅淡漠 心静如水 在他心目中 我压根就不需要哄 反正 很快我就会灰溜溜地去讨好他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就如以往每一次一样 我突然想起半年前 女主和我同时在游艇上问 这本文章里没有做的女性 会用各种手段陷害女主 我们两个人一起掉进了海水里 女主不会游泳 我也不会 当时男主顾驰岩发现后 第一时间跳进了海水里 两个人不由分说地 都直接游向了女主 我在海水里面 看着他们离我越来越远 那次我就以为我要死了 好在 最后被救生员救了起来 只不过就起来后 我昏迷了很久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了 顾驰岩眼中有了那么一丝愧疚 尽管他什么都没说 我也没有半句责备 但他确实在后面 很长一段时间 都对我好了很多 如不是这次女主发错信息 说不定我们会越来越好 自己该人那么一丝的遗憾 但我突然很想知道 顾驰岩看到我的尸体时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大概也只会是 一脸无动于衷吧 夜晚 别墅异常的安静 书房内 顾驰岩习惯性的 会在晚上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在失去女主之后 她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 用在工作上 也因为如此 她的事业宏图发展得非常辉煌 是男主也望尘莫及的地步 她敲打着键盘的手 突然顿了顿 然后起身 走向了落地窗 外面幽暗一片 她却看了很久 很久之后 顾驰岩拿出一支烟 抽了起来 因为跟在她身边太长时间 因为把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了她的身上 所以哪怕她很平常的一个举动 很细微的一个表情 我都能够看出来她的情绪 此刻的她 显然比以前烦躁 是因为去见过女主 心里的情感还一直在波澜吗 她抽完一支烟 又点了第二支 少爷 今晚 少爷 您过来吃点东西 陆绵面让你送她 不是的 陆小姐在地下室一直没有动静 是我突然想起 每天晚上陆小姐 都会给您准时送小爷 就自作主张给您送来 不要 少爷 取起饼干是陆小姐前天 亲手做的 失败了很多次 最后 做了一个晚上才做好 您尝尝 拿走 少爷 听不懂我说的话 少爷 陆小姐 已经在地下室 不吃不喝快两天了 我担心陆小姐 那是她的事情 饿死了也活该 她既然要和我去 我倒要看看 她骨头到底有多硬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准去地下室 管家看不迟言 她只能恭敬地离开 顾驰岩把剩下的半只烟蒂 重重地吸引 然后重新回到了电脑前 若无其事地 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对于我的死活 她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我又为什么要去期待 我死了后 她的反应呢 早该死心了 越懒越深 顾驰岩却似乎 并没有要睡觉的打算 她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扯了好几下 都没有扯下来 曾经有我在的时候 都是我伺候她的饮食起居 前一天晚上 我会根据她第二天的行程 自然都是我 整整七年无微不至地照顾 她都快 生活不能自理了吧 此刻也确实是 她勒得脖子都红了 都没有把领带解开 她气急败坏地脚踢在了椅子上 椅子发出巨响时 电话在此刻也突然响起 她没看来电显示 一把接通 语气很重 喂 我是安蕊 安蕊 是你啊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 那你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身体怎么样 还反复发伤没有 我打电话 就是想要告诉你 我出院了 医生也说没什么事 只是身体有些疲软 是感冒后一症 几天就好了 那太好了 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嗯 我知道 今天你走那么急 都没有来得及 好好感谢你 顾持言紧握着手机 没有说话 我太清楚 不过 他之所以会走得那么干脆 只是因为他怕和女主 在一起越久 越不舍 而他不想给女主添任何麻烦 所有的痛 他宁愿他自己承受 抑或者 发泄在我的身上 对了 我明天26岁生日 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 本来不想举办这个生日趴的 但是 江韩明非要给我庆祝 你应该有空吧 有空 那太好了 明天你记得带着绵绵一起来 上次他为了救我差点被海水淹死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好好谢谢他 好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明天见 明天见 顾持言放下了手机 放下手机很久 眼眸都还一直看着安蕊的来电 其实我早该死心的 顾持言别说看女主的眼神不同 他就是看到女主的名字 也是满目生情 整整七年 我到底算什么 我看了顾持言就这么僵持了很久 屏幕都黑了 他突然从书房中走了出去 王叔 少爷 我在 去告诉陆绵绵 如果他知道错了 并承诺以后再也不争锋吃醋 再也不无理取道 就可以放他出来 陆绵绵听话了吗 陆小姐的 怎么 还在耍脾气 不是的少爷 你告诉陆绵绵 他要是还这么继续坐下来 还不知道见好就收 他哪怕饿死在了地下室 我也不会管他 可是陆小姐 真的死了 陆绵绵又在玩什么花样 他以为他装死 就可以博得我的同情 就可以让我对他服软 少爷 陆小姐真的死了 我刚刚去地下室看了 陆小姐的身体都冰冷僵硬了 陆小姐真的 死了 不可能 是真的 顾持言从椅子上起身 大步走出了书房 管家连忙跟上 他迅速走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灯光很昏暗 站在门口 远远的只能看到 我倒在地上 身上还捆绑着麻绳 我死了之后 就被迫跟在了 顾持言的身边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死后的样子 从这里看过去 什么都看不清楚 就好像 我只是睡着了 陆绵绵 别装了 我数三生 你自己做起来 昨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一 我真的被他逗笑了 到现在 他还以为我在骗他 他还以为 他随便给我一个台阶 我就会像哈巴狗一样 摇着尾巴 回到他身边 二 陆绵绵 别别脸不要脸 三 少爷 陆小姐真的 去告诉他 今晚他要是不出来 以后就别出来了 顾持言丢下一句话 那般绝情 甚至舍不得去看我一眼 去确定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死了 我的灵魂 跟着顾持言飘着离开了 我看到他回到了卧室 刚刚分明 怎么扯都扯不下来的领带 此刻对他三两下 就解开了 然后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走进了浴室洗漱 他洗澡很快 洗完之后 习惯性地叫一句 浴机 等了几秒 他直接从浴室架上面取了下来 粗鲁地擦拭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换上睡衣 躺在了床上 他关了灯 然后闭上眼睛 入睡 很快 他睡着了 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死不死 对他真的没有一点半点的影响 一日 顾持言的闹钟响了 没有人会第一时间给他摁下闹钟 然后心疼他平时上班太累 让他再多睡十分钟了 他闹钟一直响得不停 陆绵绵 你死了吗 是啊 我死了 死透了 闹钟持续响着 顾持言终于忍住 从床上坐起来 拿过手机将闹钟狠狠地关掉 他转头 看着我曾经睡过的地方 正欲发火的那一瞬间 映入眼帘的是空荡荡的床吐 他到嘴边的话噎了回去 喉结细微滚动 却并未做太多停留 起了床 一下楼 管家就在楼梯口等他 少爷 陆小姐 还去世吗 不是 是陆小姐 别管他 他要死 随便他 顾持言直接走向了饭桌 根本不给管家说话的机会 管家叹口气 无奈地跟在顾持言的身后 保持安静 吃过早饭之后 顾持言就离开了别墅 我的灵魂就一直跟着他 他先去了公司 处理了一大堆工作上的事物 不停在忙碌 直到 女主给他打了电话 顾持言 你还没到吗 这一刻他似乎才恍若想起 他要去参加女主的生日趴 曾经的他从来不会忘记 女主的任何一件事情 现在该自责惨了吧 马上就到 嗯 我们等你 顾持言放下手机后 迅速地开车去了女主的生日趴 一路上真的就是狂飙 我一个灵魂都有些害怕被撞死 到达目的地 生日派对很热闹 女主一看到顾持言 连忙挽着男主的手就走了过来 持言 你终于来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一直放在顾持言的车上 是我之前给他准备的 他每年都会给女主送礼物 我也习惯了 每年提前帮他挑选好 女主拿过礼物 很高兴 他连忙打开 里面放了一柄 欠向着蓝宝石的璀璨皇冠 蓝宝石是上次拍卖会的时候 顾持言拍下来的 他随口说了一句 安蕊会喜欢 我就记在了心上 然后找了最好的珠宝工艺师傅 做了这顶皇冠 因为女主就要结婚了 我想顾持言没办法给女主一个婚礼 就让女主带着他送的皇冠 出嫁吧 当作对他那么遗憾的一丝弥补 女主很惊喜 他直呼道 石言 我好喜欢 你知道吗 我和韩明这几天正巧在看结婚用的皇冠 看了那么多 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你送的这顶真的太美了 谢谢你 你总是很清楚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陆绵绵准备的 那我一定要好好谢谢绵绵 对了 绵绵呢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绵绵从来不会和你怄气的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很对不起她的事情 石言 陆绵绵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好的人了 你失去了 她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我真的没有见一个女人 会爱一个男人爱到这个地步 爱到连自己情敌的喜好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石言 绵绵到底要多爱你 才会容忍你心里有另外一个女人 才会容忍你对另外一个女人 无止尽的好 甚至帮你对她好 是啊 到底要多容忍呢 我也不知道 刚开始应该是为了能够留在 顾持言的身边 所以会迎合她所有的喜好 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再久一点 就好像爱得盲目了 盲目的为她付出 盲目的去做一切可以让她高兴的事情 石言 别执迷不悟了 别等到真的失去了才去后悔 绵绵值得你用真心对待 这顶皇冠很美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做这顶皇冠的人很用心 我真的很喜欢 也很谢谢你 但是 这顶皇冠不属于我 应该属于陆绵绵 我今天本来是想要当面对陆绵绵说一声感谢 这是上次绵绵陪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看到她一直在看着项链 项链并不是很贵 但她却舍不得买 顾持言看着女主手上一根地府尼的微笑项链 其实我并不是喜欢这条项链 只是因为 它叫微笑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久没有真心笑过了 从被选为攻略者那一刻开始 我的全部都是顾持言 完全没有了自己 绵绵也没有让你给她买吧 你和绵绵在一起这么久 你送过她一件礼物吗 你平时吃穿用度都很奢侈 可是绵绵呢 我真的没有看到 她身上有一件大牌衣服 就算她不上班赚钱 但她是你女朋友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她 怎么忍心 让她受了这么多委屈 顾持言喉姐滚动 可明显在隐忍情绪 她低沉的嗓音说道 她从来没有对我提过任何要求 顾持言没有撒谎 我确实没有给她提过要求 她并不吝啬 只是想不到要来对我好 所以我才会更心疼绵绵 她爱得那么卑微 那么小心翼翼 你却只当这一切 都是理所应当 绵绵也是人 她不说不代表 她的心不会痛 我看到顾持言 拿着礼物盒的手指 在轻微的颤抖 是因为被女主讨厌了 所以有点难受吗 持言 你现在就回去 好好给绵绵道个歉 生日怕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我希望你可以和她一起来 顾持言处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不舍得离开吧 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 见到女主 她怎么会舍得离开 更何况 还是为了我这么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 我就这么看着她在那里 犹豫了很久 持言 好 顾持言答应了 她怕惹女主不高兴 所以她的要求 她从来不会拒绝 哪怕心不甘情不愿 我跟着顾持言离开了生日派对 她回到自己的轿车上 坐在驾驶室 很久都没有开车离开 就是那般不情愿吧 在我以为她会直接放弃回去 然后随便找一个借口搪塞 又回到女主的生日趴时 她发动了轿车 往回家的路上开去 一路上开得很慢 和来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例如她此刻的心情 之前是激情澎湃 现在是心灰意冷 好一会儿 顾持言回到了别墅 一回到别墅 就看到有几个人 抬着一具冰棺进来 怎么回事 演戏演上瘾了是吗 我被戏头抹杀的时候 顾持言正陪在生病 女主身边嘘寒问暖 直到第二天 女主痊愈 她才突然想起 我还被关在一万的地下室 怎么回事 少爷 陆小姐的尸体已经 演戏还上瘾了是吗 管家不敢说话 她大概也没想到 顾持言会这么早就回来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 去见女主 至少都是整整一天的时间 陆绵绵呢 还在地下室 顾持言直接往地下室走去 这次 她没有再站在门口 而是直接走到了我的尸体面前 我身上的麻绳已经没有了 应该是被管家解开了 毕竟我人都死了 麻绳还有什么用 我看到顾持言 居高临下地站在我的尸体面前 看着我发青的脸 看着我僵硬的身体 声音冷漠喊道 陆绵绵 我再说一次 你自己起来 我既往不救 她对着我的尸体喊道 我就笑了 她以为 我还可以诈尸呢 开始说 她随便威胁我一句 我死了都要爬起来 讨好她 陆绵绵 少爷 陆小姐真的死了 她不会死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死 管家漠不作声 估计她也不知道 毕竟 我被绑住了手脚 想要自杀也不可能 而且我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口 陆绵绵 你不是想要嫁给我吗 顾持言的眼眸 紧紧地看着我的尸体 是啊 我想嫁给她 有一次缠绵翡策后 顾持言的头久久地 埋在我的颈簸间 我知道那一刻的她 是真的得到了满足 所以我鼓起勇气 在她耳边轻声道 顾持言 我们结婚吧 那一句话 直接让仪式激情 烟消云散 她从我身上离开 全身散发着冷烈的气息 陆绵绵 别得寸进尺 你不是说过 你会努力喜欢我的 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 心很痛 像是被人明了一样 呼吸都在难过 那次之后 顾持言冷漠了我很久 我就再也不敢预举了 再也不敢 说这种话 顾持言又继续说道 陆绵绵 恭喜你 你成功了 我决定娶你了 呵 我忍不住笑了 我都死了 她说要娶我 此刻的我 真的没有一丝的情绪波动 甚至还觉得 她在说一个笑话 一个天大的笑话 起来吧 别装了 我们现在就去买结婚戒指 去挑选婚纱 你让我送给安瑞的皇冠 我拿了回来 到时候婚礼上 你可以带着她 确实很漂亮 安瑞还送了你一根项链 她说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什么漂亮的衣服 璀璨的首饰 好看的包包 趁着这次结婚 想买都可以买 她对着我的尸体说了很多 就好像 我没有死 我就是在和她耍脾气 而她在哄我 真的是破天荒 她对我这般低声下气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遗憾了 至少她对我 不是那么无动于衷 一会儿者还说想多了 顾驰岩不过是为了满足 女主的要求 少爷 陆小姐真的已经死了 她不会嫁给你了 闭嘴 陆绵绵不会死 她不可能会死 我们都还没有结婚 她都还没有真正得到我 她怎么可能舍得去死 管家不敢说话 只是 默默地递给了顾驰岩一个日记本 顾驰岩眼眸微动 这是什么 这是陆小姐的日记 我今天去收拾 陆小姐东西的时候 无意发现 我看着那本日记 灵魂都在荡漾 所以选择了写日记 来宣泄调整自己的情绪 然后保持最好的状态 去面对顾驰岩 可我现在一点都不想 让顾驰岩看到 顾驰岩手指微动 她颤抖地打开了我的日记本 2016年4月4日今天 我意外穿进了一本书里面 一个系统告诉我 她在茫茫死人中 选中了我当攻略者 只要我攻略成功了 我就可以重新活一次 如果失败了 就会再死一次 2016年4月10日 我见到了我要攻略的对象 她看上去很不快了 分明什么都有 但却孤单道 就好像全天下 都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我突然有点心疼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前世 前世的我 也是这么孤孤单单 我出生时 我父亲为了赶回来看我 被大货车碾压而死 全家人都把我爸的死 怪在了我身上 我妈恨我 我爷奶奶更恨我 我是跟着我外婆长大的 外婆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可我上初二十 外婆为了给我送饭 也被吃了撞死 死的时候 手里还紧握着那份 我最爱吃的土土烧肉 外婆死后 身边的人更说我是灾心 说我会客死我全家 因为那时我还是未成年 在法律的施压下 我妈不得已 还是把我接回了她家 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叔叔 叔叔有一个儿子 比我大五岁 他们不知道 叔叔的儿子 一直在频繁地骚扰我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告诉了我妈 我妈一巴掌 打在我的脸上 你以为你有多好看 全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 要不是你主动去勾引他 他会这么对你 你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养你们有多不容易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 让我省点线 那之后 我再也不敢说了 哪怕怎么被欺负 我都忍着 直到我考上大学 离开了这个家 可大学毕业后 我那个哥哥突然又出现了 他就像个魔鬼一样 让我给他钱花 还不停地骚扰我 我忍受了两年 我妈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不是那么多年没见来关心我 而是让我嫁给我哥哥 说我哥哥很喜欢我 说哥哥年龄不小了 该成家了 我不同意 疯了一般的拒绝 最后还是被我妈 抢迫着带回了老家 抢迫让我嫁给 一个不学无数的哥哥 结婚当天 我杀了哥哥 然后当着我妈的面 从顶楼上跳了下去 粉身碎骨 我不想再回忆曾经的过往 每次想起 都像是噩梦一般 哪怕死了都会感到害怕 今天 就是最后一次 从现在起 我要重新开始 和这个叫顾迟岩的男人 重新开始我新的一生 他会 接受我吗 2016年4月16日 我去做了整容手术 系统还不算太坏 在我来这里的那天 给了我一笔钱 我用这笔钱 去把自己整成了 顾迟岩喜欢的模样 我和安蕊有了六七分的相似 应该够了 我去了顾迟岩的公司 然后故意在他开车之时 冲了出去 倒在了他的车下 被他撞的那一刻 很痛 但看着他看我的眼神 觉得一切很值 2016年7月30日 今天我出院 也如愿地跟着顾迟岩 去了他的别墅 真的和他住在一起 我才知道 他对安蕊到底有多喜欢 他甚至为了安蕊 一直在吃抗抑郁 和抗暴躁的药 他甚至还会为了安蕊自残 那一刻的我真的 太能够感同身受了 曾经为了忍受 我哥哥对我的骚扰 我也是用自残 来克制自己的痛苦 我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走出来 2017年4月4 不知不觉 我来这个世界已经一年了 一年了 我还没有打动顾迟岩的心 他还是爱着安蕊 很爱很爱 2017年10月3日 今天是顾迟岩的生日 我亲手为他做了蛋糕 我等了他一夜 他没有回来 后来我知道 他在安蕊家门口做了一夜 他想安蕊陪他过生日 但又怕 打扰到了安蕊 2018年4月4月2年了 顾迟岩依旧不喜欢我 2018年7月13日 顾迟岩因为不要命的工作 我按时吃饭 经常胃痛 我开始每天给他送饭 变着花样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每次看着他把我做的饭菜 吃完那一刻 心里都很满足 还很温暖 这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就好像 我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我真的很想和他在一起 不只是任务 还多了一份情感 2019年4月4月3年了 顾迟岩还爱着安蕊 系统每天都在提醒我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 2020年2月15日 我真的爱上了顾迟岩 看到他和安蕊在一起时 看到他看安蕊的眼神时 心痛如麻 其实 会爱上顾迟岩 一点都不难 也不需要感到意外 他是我的救赎 是我灰岸人生中 唯一的一缕阳光 是他让我有了 重活一次的机会 我也很想成为他的救赎 帮他走出情爱的伤痛 我想和他组成一个家 一个 因为安蕊和江涵明吵架了 顾迟岩要第一时间去安慰安蕊 我身上没钱 手机已忘在了他的车上 我徒步走回家 冻成了一块冰 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些惊讶 却依旧选择了冷漠 我也保持沉默 我不过爱他 我知道他现在也很难受 因为安蕊只会投向江涵明的怀抱 他从安蕊那里回来 只会受伤 2021年4月4日5年了 我该死心了吗 可我不愿 不只是不想死 还想真的和他在一起 2022年4月4日 我居然一年没有写日记了 到底是 真的没什么好写的了 毕竟六年了 我依旧没有攻略下顾迟岩 把自己的感情都搭上 还是没能 2022年6月19日 顾迟岩喝醉了 他突然说 会努力爱我 我终于感动了他吗 系统 我快成功了 2022年10月13日 我为了救女主掉入了海里 江涵明和顾迟岩都去救了他 我差点死了 醒过来之后 顾迟岩陪在我的身边 系统说 我昏迷的这几天 他一直陪着我 寸步不离 我其实有些雀跃 甚至忘了 是他丢下了我 我才会差点遭遇不幸 系统说 还有15天 只要这期间顾迟岩不再受安蕊影响 不再主动去找安蕊 他就算我攻略成功 一旦认定成功 我就可以一直活着 在这个世界里 和其他人一样 正常的生老病死 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很期待 我和顾迟岩的未来 日记在这一天就结束了 我看到顾迟岩的眼泪 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对我 但现在 我很淡漠 就好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或许 人死了 就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就真的可以一瞬间就放下了 生前的所有 我现在更希望 我可以离开顾迟岩 哪怕成为孤魂 不能步入轮回 也不想再待在他的身边 解爱身边 出去 少爷 我让你出去 那陆小姐的尸体 管家离开 离开时 还好心的给顾迟岩 关上了地下室的大门 我看到顾迟岩 蹲下了身体 他修长的手指 靠近了我的脸 手指细微颤抖 我不知道他抚摸我冰冷和僵硬的尸体 会是什么感受 不会害怕吗 他的手却一直在我的脸上 一点点描绘我的五官 然后 哭出了声 压抑的声音 一直在幽闭的地下室 阵阵回荡 看着他的模样 我只觉得好笑 迟来的深情 李草剑 我就这么淡漠的看着他抱着我的尸体 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知道他哭了多久 哭到最后 几经晕绝 我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悲伤过度的时候才会如此 原来 男人也会 我们结婚好不好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我都给你 以后我再也不去喜欢安蕊了 我只喜欢你好不好 绵绵 你别丢下我 别丢下我一个人 没有你 我还怎么活 安蕊 谢谢你能来我的婚礼 食言 恭喜你跟绵绵 我就说她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女人 你一定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她确实很好 绵绵呢 绵绵呢 我想看看新娘子 顾食言猴结滚动 眼眸看向了大厅的一角 那里 被鲜花拥醋 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有个冰棺在那里 绵绵在那边吗 顾食言点头 女主连忙走过去 一过去 现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被我躺在冰棺里面的模样 惊吓到了 食言 这是怎么回事 绵绵她 顾食言硬了一声 那句她死了的话 一直没有说出来 女主眼眶瞬间就红了 怎么会这么突然 不是之前还好好的吗 其他人也开始起嘴巴舌 其中有一人实在理解不了 既然她都死了 你为什么还要和她结婚 顾食言一个凌厉的眼神过去 那人不敢说话了 只有女主在这个时候 才有资格发言 食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顾食言一字一根的说道 绵绵想要和我结婚 我在上风差点吐血 我能说 我现在想要你去吃屎吗 有人都死了 死了 我只想路土为安 不想陪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女主沉默了许久 最后什么都不再多说 顾先生 你愿意娶陆绵绵小姐围棋马 无论贫穷富贵 生老病死 都对她不离骨气 永远爱她保护她 直至死亡将你们分离 我愿意 即便 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我笑了 我不愿意 别糟蹋了我轮回的路 顾食言将一枚戒指 戴在了我的无名纸上 又一头亲吻了一下我的尸体 我感受到了一阵恶心 一试结束 我以为这场闹剧也要结束了 哪怕变成了一只鬼 我都觉得尴尬至极 而在此时 突然一阵声音传来 是谁报警的 我杀人了 全场猛逼 远我也莫名其妙 杀谁了 路眠眠 她指了指旁边的冰关 帽子叔叔看了一眼 严肃道 先跟我们回警局 随后 顾食言在婚礼上被当众带走 他在警局承认他杀了我 又后悔了 所以报了警 警方对我的尸体进行了侦查 并没有找到直接致命的伤口 最后被断定为 急性心脏猝死 所以 顾食言构不成杀人罪 只能构成 意外致人死亡罪 判了七年 也就意味着 我的灵魂要跟着他在监狱里面 整整七年 我谢你八倍祖宗 你演这么一出 恶心谁呢 我就这么极其无聊的 跟着顾食言在监狱过了七年 这七年 我倒是见证了顾食言所有的狼狈 我琢磨着他应该后悔了 好好地把我安葬了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 非要来遭这种罪 关键是还连累了我 顾食言出狱后 直接去了我的坟墓 他就在我的坟墓前 看着我的墓碑 抚摸着我墓碑上的黑白照片 年面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以为 我会直接被枪毙 顾食言顿了顿 有些稽厌 没关系 我现在就来陪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看到他拿出一把刀 重重地往他手腕上滑下去 鲜血溅得满地都是 他仿若却感觉不到痛一般 嘴角还带着笑 我飘在上空 冷漠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或许人死了之后 就真的不会再有任何感情 我看着他行为 就像在看电视剧 唯一不爽的 只有 他弄脏了我的坟墓 陆绵绵 恭喜你 终于可以正常轮回了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你看没有什么意思 给我说清楚 恭喜你 你被选为了攻略者 你可以有一次 重生的机会 攻略者 是和陆绵绵一样的吗 我不想当攻略者 我只想找到陆绵绵 他在哪里 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不过 你可以去他的世界找他 好 快让我去 但前提是 你要成为攻略者 所以 还要拒绝吗 我不拒绝 呸 绵绵 这是他本来的长相吗 原来 那么美 可他却为了我 整得面目全非 绵绵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干什么 这人好奇怪啊 我也看到了 他好像条狗啊 没事了 我们走吧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去珍惜 直到失去后 我才追回墨镜 人生中最痛苦的是 默默于此 既然一切无法重来 那今生让我来守护你了 我来游戏 我来游戏 我来游戏